愛 自由 和自由 民眾高喊口號 抗疫防疫太過嚴格 比例十五萬人 週末浩浩蕩蕩走上街頭 沒想到一度和平的場面 卻在瞬間變了調 有人舉起路障朝警方一陣猛砸 甚至点燃垃圾桶 現場煙霧瀰漫 而警方也不甘示弱 發射催淚瓦斯和水柱 予以還擊 火爆場面不止於此 一旁的美聯社記者 遭到示威群眾撞擊倒地 不分青紅皂白 民眾怒火燒到最高點 我希望我的古代生活 我們可以工作 我們可以去工作 我們可以去工作 但我們不可以去參加 我真的很生氣 因為我生氣 政府政府在做的 主要是為年輕人 但也為所有人 但最多是為年輕人 事实上比利时近九成成年人口完全接种 超过六成已经施打加强疫苗 普及队堪称典范 当局也宣布放宽部分防疫 延长餐饮营业时间 以及开放保龄球馆等等室内活动场所 然而民众同时也被要求接种加强剂 以维持同行政效力 面对疫苗强制令一再升级 比利时人选择暴力行动 希望政府能还给他们更多自由 大家希望我会在这边